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且从7月开始 蔡英文的民调就一路领先 也拉开和韩国瑜的差距 甚至8月蔡英文就连续领先 韩国瑜八个礼拜 9月更是连续四周 都领先超过10% 但如果韩朱沛 民调只落后蔡英文三个百分点 只是朱立伦对送上门的 副手位置一直推 现在更是不想再提 是不是怕跟韩国瑜扯上关系 不存在的事情 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今天不用再提 外界还是好期待 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说不要造成韩市长的困扰 也不要造成我的烦恼 国民党原本享用一时崛起的 韩流效应 把热度延续到2020选情 没想到韩国瑜的声势 却越来越低迷 现在连党内太阳 都避之唯恐不及 恐怕韩流已经变成反作用力 吸食热度也可能冷却政治生命 三立新闻 潘建华 徐敏娟 台北采访报道